好的,各位观众老爷呢,这一期TESC给大家带来的科普是游戏中的第二大太戏,科普斯商会。 因为之前已经出了一期克隆尼的视频,如果不出一期科普斯的话,会让人觉得我是一个视金钱如粪土的人。 其实之前呢,UP就想做科普斯的视频,但是因为QQ群中很多的网友呢,说科普斯没有什么值得深挖的。 他们的意思啊,并不是说科普斯这个组织没有什么可以深挖的,只是呢,就是第一给的科普斯,不管是历史上还是人物上, 他们的背景都非常的不完善,甚至连碎片都没有给。 但是呢,像我这么喜欢刻苦钻研的人啊,还是找到了一些资料。 今天的这些资料呢,其实都是可以官方查到的。 然后我们闲话呢,就不多说,我们开始正题啊。 科普斯的历史比克隆尼还要久远一些,可能只是久远了那么一点点。 克隆尼的崛起呢,是在奥罗金帝国分裂之后,而科普斯呢,就是在奥罗金帝国时期便存在了一个组织。 他们建立之前的前身呢,就是零散的商会跟走私者。 他们呢,为了谋取战争的利益,然后就集结在了一起,就成为,就变成了我们现在的一个极端宗教,叫做科普斯。 他们极端的崇拜利益跟财富。 ·优优独播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克罗尼是敌对势力的 这个是因为当年克罗尼发现了一个 克普斯盆放了大量资源的据点 于是克罗尼就蠢蠢欲动 此时不合格的外交官阿拉德 他在一旁不仅没有缓和双方的态势的举动 反而在一旁煽风点火 这个家伙很贱的 然后我们作为史上最强的脚屎棍出现了 对 就是个为天诺 克罗尼发动了对克普斯资源据点的入侵 天诺被克普斯雇佣帮助克普斯击败了克罗尼 在击败了克罗尼之后 天诺发现克普斯掌握了火卫衣上 克罗尼秘密据点的情报 克普斯一看天诺有点不对劲地向自己走来 他心中就一凉 哇操 你小子不仗义 你想干什么 然后克普斯就想赶紧跑路 为了隐藏这些情报 他甚至冒险地穿越了虚空风暴 但是还是没能被逃掉 被天诺追上并夺取了情报 然后呢 随着天诺发现 克罗尼在火卫衣上的据点 以及那个阿拉德威 违反了与双子女皇之间的协议 因为他私藏了冷冻仓 克罗尼的萨尔鲁克将军 也就是土星上那个boss 他对克普斯全面宣战 这就是后来一个非常著名的战役 叫做引火困境 在这场事件中呢 双方都尝试去雇佣天诺帮助他们作战 我都能脑补出来天诺的心理活动 你知道吗 哎呀 克普斯好富啊 给的都是好东西 等一等 这一次我们帮他们击败了克罗尼 他们之后闲下来了 就不会给我好东西了 不行 我得给他们找点事情 哎呀 臭小子 你掌握了克罗尼这么多情报 来来来 我帮你俩撕一下b 然后呢 我还能脑补出来 引火困境战役的时候 天诺跑到克罗尼那威逼利诱 你看啊 我上次帮克普斯打败了你呢 我是不是很强啊 你是不是特别想雇佣我啊 我可不贵啊 只要九九把天诺带回家 既可哒哒哒又可咔咔咔 怎么样 是不是很实惠 你要是不雇佣我呢 也没关系 我就把你的旗舰给你拆了 亲 当然 这以上都是up主脑补的 因为我费母无法发出声音啊 反正双方都雇佣了天诺参战 但是呢 克普斯战败了 克罗尼占领了火星 阿拉德武士呢 也带着他私藏的冷冻汤 跑到了木星 企图阻止这个天诺夺回冷冻汤 因为克普斯的资料毕竟是片段的 up主尝试把它捋顺 但是只能做到这种程度 啊 我是绝对不会承认我懒的 我接下来要说的呢 是两个从克普斯中分裂出来的组织 一个是埃勾 埃勾格拉 他是那个弗兰德贝克的学生 也就是克普斯高层一个高官的学生 他研发了一个学习处理器 只在利用他迅速学习能力 来解决星系中的问题 他非常的厌恶 克普斯从苦难中牟利的做法 所以离开了这个教派 成立了佩兰树裂 希望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中 重建秩序 能崇尚上帝的荣光 这段话来源于龙族啊 超远了 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呢 是另一个克普斯分裂的组织 分支叫做黑种 一个无视于利益 专门和董事会对着干的 克普斯小团体 抢劫那个阿拉德V的实验室 偷走了感染者居住的boss 然后打算呢 将其散布在克普斯的设施之中 在那个弗兰德贝克的干预下 这个团体被天诺阻止了 不得不隐藏起来 然后呢 还是有一些巨兽包子下落不明 哎呀我跟你说 我看到这个组织的戒的时候啊 我真是笑了半天 你想啊 克普斯高层抓到一个黑种的成员 你们这次的目的是什么 不让你们好过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不让你们好过 你这样能得到什么 不让你们好过 我 不让你们好过 其实呢 克普斯商会 还有一些已经发生在游戏中的故事 这些我就没有 就是在这次的科普中提到 比如那个任务零号病患 还有那个光明正大耍无赖的 那个克普斯骗子 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 任务好像是叫兵不厌诈 总之呢 克普斯的过去历史部分呢 现在能得出的只有差不多以上那些 如果各位观众老爷 对克普斯还有一些历史 可以加入我们的收入屏 进行一起的分享 或者在评论室呢 告诉阿富特 总之呢 希望大家一起来帮 Task完善这个历史 另外呢 这次要感谢群中的ID会星 还有ID马努指之前 生来指之前进 还有ID阴阳两一鱼 以及ID教授陈尼语 哲学 这是我们QQ群的一些成员 希望大家呢 也能踊跃的参加 还有一些其他的成员呢 我还没来得及 进行感谢 然后下面我们就是 答疑时间啊 ID AFO海神 在评论中说 战甲是用来控制 追求未来的孩子 这个说法呢 有点本末倒置 战甲啊 他做出来是奥罗军 用来对付新智者的 但是发现呢 做出来的这些战甲 不能被控制 这时候呢 他们发现原来想 控制那些孩子呀 他们居然可以用 传舌来控制战甲 毕竟奥罗军帝国 他不是什么慈善组织 如果对他们有用 他们便利用 没有用便抹除掉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 天诺如何操控战甲 这个应该是 有一个叫做 传食仓的东西 里面具有一些 疑魂技术 而天诺的 虚空跳跃啥的技能呢 是天诺从虚空 回来以后便掌握的 只不过后期 冷冻的时候 忘了 ID 依卡洛斯.t 问有关小黑的问题 这个呢 我只能说 因为资料太少了 所以能知道 他很有限 他是一个低阶的 皇家护卫 根据之前的资料呢 他应该是 接受过那个 病毒的改造 所以这可能是 他拥有战甲的 一个原因 好了 那各位 老爷 这次就到这了 我以后可不可以 一周只更两次呢 因为我发现 我有点吃不消了 哈哈